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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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大师大我小贤 今天是9月24号礼拜五 那洪老师祝大家周末假期愉快 昨天大反彈 今天继续反弹 这个盘应该是有搞头了 当然观众朋友也另外想说 老师 礼拜三中秋节完以后第一天开盘跌了354点 我问你 昨天涨今天涨是不是也收回来了 所以你不要想太多 但是你也不要看得太好 因为我知道今天很多的老师 就会跳出来跟你讲 我跟你说这个万海很好 这个长龙好棒 鬼扯 跌下来119你为什么不买 我们买121 跌下来你为什么不买 今天135的大家来说那好棒棒 那我也会啊 老师你走比我更厉害 我跟你讲 很多投资朋友就是很奇怪 他还私讯老师说 我有参加其他老师不好意思 我还是要问一下我们老师这样的抠讯对不对 你都已经交钱参加人家了 还拿人家的讯息来问我 我怎么知道那个老师在想什么 你既然觉得我比较可靠 那你就跟着我来嘛 要不然你手机拿出来 刷一下我们的QR Code 你就加入我们的群组 你都可以有免费讯息可以参考 什么叫免费 不用钱了 不用钱了 你听不懂 都给你参考方向了 对不对 那知道你会不会赚钱 那要看你自己 有些人他觉得说老师我怎么样 那我问你我上你中生节前 我是不是跟你讲网加 对不对 当然你买网加的可能赚比较少 因为我还有推荐有权 后来改名美额块 买网加赚比较少 买每额块 今天又涨琴板 今天又涨琴板 还根本跟他没关系嘛 是不是 没有很多啊 涨一倍了啊 很多投资朋友在line上面 还谢谢我们小编说 感谢小编 还好当初有问一下小编说 这支是多少 53多少 人家有兴趣赚钱的 人家还会赶了 人家赚一倍了 人家现在赚一倍了 超过一倍了 所以我跟你讲 有时候股票市场是这样的 你不用抱怨啦 我跟你讲 赚钱的机会每天都有啦 就怕你喔 很多人就是在那边看而已 只是在旁边看而已 根本就无所谓嘛 那你无所谓就是你无所谓啊 那是你的事情 对不对 地球不会因为你 就不运转嘛 不会嘛 股市照样啊 照样涨他的 跌他的嘛 对啊 每额块啊 之前是有权啊5321的有权 那我们这边推荐了啊 你自己去看啊 我们之前的 LINE的贴文都有证据啊 那到前天涨停板 大盘在中错的时候 他拉涨停板啊 那到昨天9月23号是886 没有涨停 今天涨停啊 97块4 也没有很厉害啦 你其实把K线图打出来看 他只是喷成这样而已啊 那 关键是这边你就要买 关键是这边你就要买 你这边愿意听我们的 就不好意思 就100% 就100% 我们都有证据了 先讲啦 那我们硬K线是前两天才开始硬 因为有些人呢 家里面没有电脑 我们就硬给你看 那有图有真相 那这是幸运 打入印度新创电动车 礼拜三第一天 低档拉上来 第一天涨停板啊 昨天又涨停板 昨天锁4万多张 今天不好意思 今天差一点涨停板 差一点 没有很好啦 这个 那是多少 大家忘记了 6126啦 这很神奇 对不对 这很讨厌 差一档涨停 好多人要当冲 没冲到 可是你何必去冲他呢 他股价在这里 没有啦 你第一天看节目 你隔天去追 你都还有钱赚 你看了两三天的节目 才就要去追 那你可能就赚比较少 我跟你讲 这种股票你自己要去看 整理了七八个月 一突破就不得了 一路上 一突破一路上 所以你要看清楚 那股票的相对位置不太一样 那过去这一档是票房毒药 我昨天有跟你讲 礼拜三拉涨停 昨天拉涨停 今天又涨停 奇怪 你都赚不到钱 都赚不到钱 都赚不到钱 要赚到钱 又赚到钱 昨天尾盘稍微打开了 昨天我们还多做了一票 当冲 就今天更厉害 今天一拉上去就锁了 你不会认同的 因为我跟你讲 这个过去是票房毒药 因为某一个老师曾经把他炒到六十几块过 后来他跌到七块这边整理 这一整年都没有涨 这一整年都没有涨 你看到他开始突破了 我就跟你讲股价不安分 连续三天 连续三天 你自己要看 我说 有时候 他底部打得越久 上涨攻击的力道越强 你像刚刚我跟你讲的幸运 这也是蹦蹦蹦上去 这等于是三支涨停板 今天是差一档涨停 我跟他这种股票一上来 只要底部打得够扎实 股票很会喷 不是说没有机会 老师我一定要追汉雷吗 对不对 一定要去追经验吗 经验那么贵 两百四十几块 对不对 我可不可以不要追汉雷 我可不可以不要追资源 对不对 货贵三雄 很多观众朋友就说他买不起 他有兴趣他买不起 其实这种股票七块 杠棒棒棒也是三支涨停板 对不对 你相当也是买七十几块股票 现在一百一十几块 一一十是一样的 看你怎么样去转换 你股价便宜的话 你就买多一点 张数就多一点 一样可以投资 那今天这档股票你要注意 起涨第一天 这个施募案 十二块 今天涨停板才十三块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 有些股票 刚刚起来 刚刚起来 这是今天才开始动 所以有些股票刚起来 刚起来的 你要布局 突破刚起来 你就要开始注意 准备要布局 突破刚起来 你就要布局 看节目 对你来说帮助多少 这我不知道 看节目能不能赚钱 我怎么知道 你有没有把我话听进去 对不对 老师今天长龙 这个还是在底部 怎么样 对 我就跟你讲明了 你也知道他在底部 对不对 我还跟你讲 你都卖光了 观众朋友都卖光了 所以你知道没有用 老师 那个到底怎么样 我跟你讲 这条线就150 突破150 你才会追 你懂为什么 突破150 你就追了 那为什么 你会去买150以上 因为你也看技术面 你也是在看技术面 没有错 你懂为什么 没有错 这边的低点 116块半 这边的低点 119 你怎么都没有掌握 对不对 有110 120可以买 你为什么要买150 160 同一支股票 所以那就是程度的不同 你要记得是程度的不同 你不能说过去好像怎么样 过去对了 不代表未来会对 对不对 我买股票是看未来 未来会不会涨 所以有些股票低档上来 你想要先买 才有机会赚比较多钱 我讲很清楚 你要先买 才可以赚比较多钱 昨天我们推进的是迅速达证 当然你说老师今天没有涨 你自己要看清楚 我要先跟你讲清楚 你不要到时候 看不懂 然后说什么 这边是不是拉上去打下来 这边有个套牢圈 今天要在这边震荡 我觉得震荡之后会比较好 把那个昨天 因为昨天很多人 LINE上面报名 他就买了 他跟我们一起买 跟我们会员一起买 可是他买了 他今天一定就想要卖了 他一定就今天想要卖 昨天我们就已经推荐了 所以他很多人他去买 他也看到说 这现行在刚起掌 但是他还会做一个动作 或者是今天早上赶快卖掉 他想要赚差价 所以我今天就闷不吭声 我们把会员的主力 放在另外一支股票 放在另外一支股票 但是你要特别注意 你自己看 这个拉上去打下来 又整理 这个拉上去 今天震下来 就是要消化这边的卖压 跟昨天去追高的卖压 然后我觉得他比较 未来比较有可能像这一支 这一支叫创威 创威前两天就拉涨停板 然后整理了两天 然后再拉涨停板 今天再拉涨停板 我觉得他比较有可能走这个模式 因为他突破 突破之后压回 他会震荡一下 再往上走 但是没有变的就是 他是打底才冲出去了 没有变的是 他是打底了 半年以上 五个月 五个月还没有到半年 五个月才冲上来 这个比较有机会 还是你不觉得股票有机会 你自己就要去衡量 当然你会说 老师今天没有涨 我觉得怎么样怎么样 谁告诉你说买股票天天要涨 对不对 你总部人每一支都跟郁杰一样 对不对 郁杰我也推荐 不要啦 那骗人的啦 那个公司都没赚钱 股本才三亿 还叫我买这种股票 我这边连续叫你买了三天 就你都不理我 现在50% 50% 60% 60%啦 60% 快70% 就没有人理我 对不对 你在之前在我们LINE上面 你有看到我们的讯息 我们小编有私讯给你 全部都可以做见证 你可以去市场上问 我们都有事先跟你讲 可是认不认同 不知道 有没有买 然后只是在吵说 老师下一支呢 下一支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下一次再给我机会吗 对啊 很多人都这样 他只是赚到钱 他还会欲求不满跟你说 下一支给我 下一支给我 下一支再给我 那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 如果你安安分分的买了 没有赚五成也赚七成 就没有赚五成也赚七成 对不对 你买美额快 你买了以后一倍而已 没有很多 涨到这边 刚才到前两天法人来开始买 涨一倍了 48到97 涨快一倍了 一倍了 一倍了 所以你自己要去分辨说到底情况是怎么样 你的风险承担能力是怎么样 包含航运股 对不对 我测试已经跟你写 奋起了嘛 对不对 那接下来怎么办 下礼拜如果来150的警线 到底是加码还是减码 你要不要跟上嘛 这问题我都很简单 我问题就很简单 你要不要跟上我嘛 对不对 你跟上我的 前一波你跟上我的 你不是买110吗 121吗 你自己很清楚啊 是不是买121 是不是买125 所以我没有骗你啊 那重点是什么 买不败啊 你搞不好买比我更便宜耶 对不对 那天我最后还收盘118 你搞不好买的比我更便宜 但是你根本就不知道未来我怎么看 所以我跟你讲 加入我们的团队 你跟助理登记一下 好看在后面 好不好 我们先进广告再回来现场 谢谢 保113366 Live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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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不直播 定期上线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资助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业投顾 全心照顾 0285113366 水扫丢路 漏涉槽 那口罩可以回收吗 用过的口罩不是资源回收物 随意丢弃口罩 可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告发 除以1200到6000罚 还行政院环境保护署 关心您 欢迎您再回来现场投资官们 下礼拜应该很好操作 因为其他老师都说不好操作 我跟你讲下礼拜其实很好操作 大型股你就锁定投信要做账的 小型股你就抓技术面突破的 拙量买 我跟你讲拙量买 有买有机会赚钱 没买的话在旁边看就看 那不然你加入我们团队不用缴钱 福利你知道什么是福利 那你自己要辛苦一点每天去点 点开来你才看得到讯息 那有些东西我们点到为止 这样就好了 那参加会员的话你是在跟助理办 不是跟小编办 你真的小编不能办 办手续 那你这边低档的话 有些股票上来会比较凶会比较狠 你看像精彩科3535精彩科 昨天拉涨停今天要跳空涨停 这很强 这股票很强 但你现在可能就只有看到什么 什么老师你看像经验 220的今天涨停板 对不对 你像6568 这个也是 这个宏观 这个盘中也拉涨停板 这很厉害啊 我知道很厉害 重点是什么 这边140的时候你要买啊 你这边机车什么啊 你这边390了 对不对 如果有股票在这边盘整完 这边140你要不要买 你这边不买 你这边跟我说 老师这边可不可以买 我当然会跟你讲说 你可不可以找低档再买 低档准备要起涨的股票来买 这样你听得懂吗 你听不懂啊 对不对 很多人都关心说 我今天买390的宏观 我下礼拜要去拼400 那我问你如果失败 他回来240了 那你不是输100多块 就你傻瓜嘛 你懂为什么 你只有一套钱 懂为什么 追股票也是有技巧 买股票会卖啊 老师你哪支股票在哪里 在证券交易所挂牌 在哪里 我用买我可以卖啊 对不对 就像我号召 我叫观众朋友你来加入我们水手的那个小群组 你不要参加 不要参加就不要参加 你懂什么 没有人勉强你 没有人勉强你 这个神世间就是这么简单 没有人有那个义务去勉强你来赚钱 你了解什么 你要贪钱还要 人家给你鼓掌 你什么态度 我就是搞不懂 有些人很奇怪 这个没有送给你吗 你说老师他报了三个礼拜 他才涨一倍 那你报给我啊 你报给我一支可以涨一倍的 你告诉我啊 你下礼拜有办法告诉我一支可以涨一倍的吗 所以我跟你讲有些东西我们就听听而已 当然客户好的建议我们会接收 如果是酸民我们就听听而已啦 不会去太理会你啊 对不对 涨停涨停今天又差一档涨停 你不要买不要买就不要买啊 对不对 三天前你可以买嘛 三天后你现在后悔而已啊 然后什么 没什么啊 三天前贴给你 你不买 OK嘛 不买就是不会赔啊 也不会赚啊 也没有问题的嘛 但是你之后不要后悔嘛 老师我在那 我前两天也给你加一 你送给我这支我可不可以再买 拜托你今天都已经31块6了 25块多贴给你 你跟我讲31块6了 你还叫我告诉你要去买 我有这么黑心干吗 对不对 我不要讲说不要脸 我有这么黑心干吗 对不对 8块9块不买 老师今天11块多掌停板啊你好棒棒 我跟你讲 会讲那种人就是 这两天我们贴给他 他根本就没买 他还是很酸的跟你讲 哦老师你们好棒棒 个屁就是没有买 重点是什么 老师我下礼拜那个我再来跟 我想通了 我知道啊我当然知道啊 我们看的是觉得很正常 因为我们那小编是心情怪 他就有点觉得说 这些投资人怎么那么奇怪 明明前两天就贴给他了 对不对 连续都掌停板了 还在问可不可以买 他不是不四字 他是装蒜 你懂什么 会装蒜 假装是蒜头 加油啦 跟着我来 因为有时候投资人 我们会尽量帮所有投资人 但是你可以选择要或不要 我们都尽量 但是没有那个后悔要你知道吗 锅票起出去了就起出去了 涨停就涨停啊 对不对 我们昨天小卖一趟连光通 我也不想啊 因为我们后来买讯达嘛 对不对 你连光通没有卖你怎么会有钱买讯达 对不对 会有人就你看我我看你 那谁知道今天涨光通又涨停板 那好棒啊 还是好棒嘛 对不对 滑琴 这股票你要注意啊 他也是打底了一个月今天拉上来 拉上来他是板卡的 板卡的龙头 上半年是赚十块 但是你要去注意利台 我觉得利台就有机会 因为有人已经整理上来 整理上来 不要看太坏 然后现在股后是信华 信华是股后 但是信华主要产品是BMC晶片 他出货给Intel跟XV AMD 但是他出货这个晶片 必须给BIOS这个韧体啊 必须要由细微来供应 所以你要去看喔 这是莫名其妙被打下来 我告诉你这边打完之后 我告诉你放量他就攻击了 下礼拜登要注意这种股票 开始做整理 他只要跳空开就攻了 跳空往上开就攻 包含金豪科 金豪科在那边高档做整理 低档做整理 盘整 我还是跟你讲 等投信回土的时候就会大折 你要去注意有一些股票 他就是在等你 但是你要在低档 你要敢布许 你可能说我可能要买20张 先买个一张两张 先布局一层 先布局两层 下礼拜就有好食材 我们下周一卷 本公司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 公司并致富投资风险 借助